来看到铁饭碗的光环不再吸引人了吗 根据考选部统计 近五年高普考报考人数 从2020年的8万多人 到今年其实只有6万多人 大减了约2万 而考选部分析 公职报考的人数雪崩是下滑的原因 包含少子化的影响 还有就业市场竞争 公司部门争竞相镇相竞竹 专业技术人才 民间企业提出更好的优因 也让公职相对视为 辛苦读书考上公职是不少人的梦想 但近年考公职风气似乎逐渐适为 根据考选部统计 近五年高普考报考人数 在2020年2021年约有8万多人 隔年大减1万多人 到了2023年2024年 仅剩下约66000人报考 报考人数雪崩下滑 录取率也相对提高 去年录取率首度冲破10% 今年录取率15.54% 创下历史新高 你在深入公职的时候 你会觉得其实这个环境没有 没有当初想象那么好 私人企业现在薪水好 甚至你可以到国外去 还可以很多的坚持旁 不用说随便都可以 那公职人或许啦 被那个框架框住了 考选部分析主因 面临少子女化冲击 及就业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 加上公司部门 争相竞逐专业技术人才 私部门在土木积淀的专业领域 职场诱因相对较高 有学者观察近年来 就连相关科系学生 人数也下滑 正大公刑系副教授 廖新中分析 近7年各校公刑相关科系 学生数为幅下降 加上父母对下一代 从事公职观念也改变 以正大公刑系为例 只有约三成毕业生 任职工部门或民意机关 特别在这个AI风潮之下 科技业技术高薪也让很多人 不想要从事这种 所谓铁饭碗的公家机关工作 而向往这种比较高薪的 科技业甚至金融业工作 稳定且有保障的公职 不再是大部分年轻人首选 铁饭碗的光环 越来越不如 以往量力 就讲向杨文豪台北采访报道